中國在很多新興市場上都有非常大的優勢 這裡是人造石墨 中國已經佔了非常大的優勢 西方究竟可不可以爬中國頭 相信困難重重 原來石墨是鋰電池陽極 一個主要材料 大約每一組電池要50至100公斤 而石墨可以通過兩方的材料 一個是天然開採 另一個是人造 人造現在大約佔八成左右 目前開採有90來自中國 而人造市場上 中國亦有相當大的分額 沒有說多大 而根據市場研究報告所顯示 2025年人造石墨 兩年之後 就會佔電動汽車電池的負極近三分之二 另一個數據 第二間公司 這個就是來自印度 另一個公司說 在五年之內上升40% 到2028年 會達到42億美元 都不算很大 42億美元的市場 當然看你做什麼生意 這些採礦生意 40多億美元 不是很大的市場 另外就是美國旗下 有一間公司 澳洲這邊有一間公司 羅威有三間公司 正在積極地打開自己的市場 這間是美國公司 投資8億在佐治亞州 希望建造美國首個大規模的富極生產基地 建成之後 電磁級的富極材料連產量 增加1萬噸 這裏有一個研究報告 歐洲和北美建立人造石墨工廠 目標就是2030年 可以滿足每年 200萬輛汽車的製作需求 200萬輛電動汽車的製作需求 至於2030年 我相信這200萬輛 可能只是增加電動汽車的小比例 但是他們想這樣做 但是指出 目前看不到 他們有什麼競爭優勢 我這裏沒有說 這些新設合公司 有什麼競爭相對優勢 如果沒有的話 你要改變這個市場 相信難 因為中國的電動汽車市場 中國的汽車出口 今年會是全世界第一 而這個出口之中 電動汽車的比例會越來越高 換句話說 大部份的電動汽車 將會在中國製造 如果電動汽車所用的石物 是要在外國輸入中國的話 遲些中國可能面臨同一個命運 就是被美國人捏著頸 為了避免這件事 我相信中國必然在這方面發力 現在全世界最大的電動汽車電汽製造商 寧德時代就表示 這是主要推動之一 我們自己本身的產量都很足夠 我們知道電汽方面 就比寧德時代要領先 所以我們希望中國人做事 不要讓美國人捏著頸 至少現在我們看到一件事 就是手機方面 華為已經擺脫了 問題其他地方 我想越來越容易產生一個情況 就是中國一條三層市 自己一個供應鏈 西方國家可能嘗試 組織自己的供應鏈 但因為這兩個供應鏈的大小問題 中國的供應鏈和發展中國家 一起合作的供應鏈 比西方國家的供應鏈更大 競爭之下 結果就像上一次冷戰時期 蘇聯的經濟小 比西方的經濟小 於是跨台 這件事就一樣 中國供應鏈 因為規模比西方會大 賺到的錢更加多 所以進步更加快 競爭之下 西方供應鏈最終都會跪低